近日,浙江志愿湖北的前几批医疗队平安归来 人坚守在武汉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也让人挂心 2月19日,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率领由重症医学科、呼吸内科、感染病科等20多个学科的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五批原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 3月18日,这支队伍结束在五大中南医院的支援任务后 又转站武汉市金银潭医院,继续在抗疫一线承担重任 接通记者的视频连线时,葛明华刚从隔离病房回到驻地 他表示,国家需要他们,作为医务人员,他们亦不容辞 说起武汉当地的情况时,葛明华表示,武汉人民不容易,但真的非常坚强 其实武汉的病人确实也比较非常坚强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病房里面,我们12个女同志 两个自己的丈夫接两天因为新冠死亡了 但是他们都心肺已经进了一个那个调整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他们内心的非常痛苦 但是他们在配合我们资料方面都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整个武汉,武汉人也非常坚强 我们武汉的人民也非常的坚强 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步缓解 浙江的最后一批医疗队成员也即将返程 但当被问到返回浙江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时 葛明华的回答却出乎记者意料 我最想看这些事情,就是这样 我很多病人等着我开刀,我先回去开刀